最近几年各家医院经常传出急诊室暴力事件 另外为了避免医疗纠纷 也有不少医生会在诊间使用录音笔 甚至针孔摄影机自己先保存证据 不过法务部认为这可能触犯了刑法的妨害秘密罪 而卫生福利部也表示除了急诊的出入口之外 医生要在其他的空间录音录影 都必须要先取得病患的同意才能够进行 医院急诊室暴力事件频频传出 现在有不少医师会随身携带录音笔 或针孔摄影机等行医记录器 避免万一发生医疗纠纷时有理说不清 我也会携带录音笔 我会在急诊室的空间 就是他进来就知道 每一家急诊室都有二十小时录音 所以我自己行医的过程 我会录音会跟病人解释病情都OK 医界普遍认为医师在急诊或门诊时录影录音 就如同警察及救务车在执勤时会录影搜证 目的不再公诸于事只是为了求自保 不过法务部却认为录影录音可能涉及刑法妨碍秘密罪 因此必须先征求当机人书面同意才可进行 病患其实在就诊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是要检查一些私密部位 那其实他是很担忧的 诊室里面是不能够录影录音的 根据卫福部统计 平均每2.4天就有一件急诊暴力事件传出 所以目前全台各大医院急诊出入口 都可依紧急医疗救护法规定 24小时录影录影 但是私密空间和门诊 则必须取得病患同意 若民众发现有医师违法 除了可向该医院投诉 也可向各地卫生局检举 记者赖室 徐启峰 台北报道